周深行古风歌行周问柳主提取在韩国掀起新一轮文化高潮 全网期一播放 当古风遇上现代音符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周深这位中国歌坛的瑰宝 用他独特的戏腔演绎 将行周问柳这曲心古风之作 带到了韩国乃至全球观众的眼前 电视剧柳州记主提取 不仅在国内赢得满堂彩 在韩国更是掀起了一轮全新的文化高潮 全网播放量突破惊人的七一次 周深一个滴滴道道的中国歌手 却以一曲行周问柳征服了全网 不分国界 他的嗓音如行与流水 细腔的运用更是让这首歌增添了几分古典韵味 仿佛一夜偏周 在历史的长河中轻轻摇曳 带着听众一同穿梭于烟雨茫茫的江南水乡 在韩国 这首歌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翻例 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它不仅是一首歌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一座桥梁 连接着东西方的情感与审美 行周问柳以其独有的魅力 引发了一场关于音乐 艺术和文化交流的盛宴 其一播放量的背后 是周深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力量见证 他用声音会就了一幅福古风话卷 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解 一份文化的归属感 周深永行周问柳告诉我们 好的音乐没有界限 它能跨越山海 触及每一个愿意倾听的灵魂 而我们只需静静聆听 就能在这趟音乐的行周之旅中 遇见最美的风景 2024年9月1日 全国人民悲喜相通的日子 迎来了柳州记的超点 这部剧从开播到现在 褒贬不一 今天就来聊聊小编的追剧感受 浮化到精致 实景拍摄 这是我看柳州记实最直观的感受 初打开剧集 周深演唱的片头曲 周问刘悠扬想起 那音色配上江南小桥流水的画面 简直是温馨至于的带名词 烟囱里飘出的吹烟 枕水而居的人家 车水马龙 每一幕都是人间烟火气的细腻描绘 剧中人物的服饰妆容 更是让人眼前一样 男主每一套衣服都恰到好处的 衬托出怀阳王的贵气 无论是张婉一的沉稳 还是女主王楚然的轻盈 都通过简单的细带和不同色彩的衣衫 展现了角色的性格特点 女主前妻的装造简约而不失精致 任何颜色的衣服在她身上都显得轻柔飘逸 剧中不仅主角 连所有女性配角的装造都极尽考究 灵泉镇的临时演员也都容貌出众 可见剧组对细节的用心 这样的精心打扮 不只是视觉盛宴 更是对角色身份和剧情背景的深刻体现 而柳州记的实景拍摄 更是为这份美感锦上添花 厌倦了绿布背景的虚假 这种实地取景的拍摄方法 让人感受到真实的美好 镜头的远近切换 每一个场景的选择 都彰显了导演对镜头美学的高标准和言要求 小伙伴们 如果你对这种将古风与现代审美结合的尝试感兴趣 真的不能错过柳州记 它不仅是视听的享受 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二 编剧严谨 尊重观众智商 这部剧很多人吐槽平淡 但是小编还蛮喜欢这种细水长流的生活感 在看了那么多高领之花 邪魅眷狂的角色 经历了无数拯救苍生 毁天灭地的大场面 面对那些一个恋爱就能创飞全世界的剧集 我更倾向于柳州记忠灵泉镇的生活日常 有趣生动 停烦热闹 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描绘 却让人耳目一新 剧中展现的世界地气的百姓生活 小桥流水人家 林间短去 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生活的温度和朴实的幸福感 在这里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恨情仇 有的只是如细水长流般的情感流淌和生活的真实质感 这样的叙事方式 或许不够轰轰烈烈 但它却以一种几乎能触碰到的真实 让人心生共鸣 仿佛自己也身处于那个热闹非凡的小镇 与剧中的人物一同呼吸 共度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日常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能够有一部剧让你慢下来 细细品味其中的甘甜 不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吗 柳州记就是这样一部剧 用它独有的韵味 告诉我们 生活并非只有大起大落才叫精彩 有时候 平淡才是最深的滋味 如果你也厌倦了那些过于浮夸的剧情 渴望看到更多关于生活本真的展现 那么柳州记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 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古代小镇的温暖吧 而且这个剧真的很反套路 男扮女装能被看出来 嘴里塞块不可以吐出来 酒和药都不乱性 撒下来的网 主角可以用兵器破网而出 另外吹爆柳州记的大婚 每个细节都拍得很细腻 女主脱单的狂欢 男主的期待紧张 女主家人的千里送亲 贺真的五根红绳让我梦回堂 薄虎点秋香 小编像是一个随了份子去吃席的自家亲友 完全让人沉浸是体验了一把 美轮美奂的古装婚宴剧本沙 三 演员演技合适配度 有网友吐槽张婉一太慕了 那小编觉得可能是网友一开始期待过高 毕竟陈延年的回眸很难超越了 但是一个好的演员需要不断尝试 磨练 慢慢提升演技 这部剧越到后面张婉一越放得开 和随王庆国公这样的老戏鼓对戏的时候 明显接得很稳 张婉一的台词 情绪递进的也可以 当代演员可以坚持原生出演本就挺难得的 他把怀扬王诠释得很特别 王庆然一出场就立住了女主貌美的人设 也有人说他演神系不够好 但小编觉得在同期小花中 他的演技算可以的 从表妹 张贵妃 白雪露到柳棉堂 白周十倍嘛 我绝对也是演得太好了 综上两位主演部讲演技如何了得 至少小编觉得这部剧中两位是综上等水平 换人演部一定强过他们 柳周记在暑期不算暴剧 甚至热剧都谈不上 男女主粉司机数少 不吵CP 免费播放渠道很多的情况下 能有现在的播放数据 足以说明 这剧不差的 四 价值观 好的 以下是加入上述内容后的文案 标题 剧及深意 一部剧传达的理念和价值 一直是大家喜欢探讨的一个话题 柳周记并非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古装剧 他深刻地探讨了人物的独立性和平等性 以及在人生旅途中自我发现的重要性 在柳周记的世界里 每个角色都是清醒而独立的 女性角色不依附于男性 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能力 无论是智力或武功 都有各自的过人之处 男子对女子的尊重 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表现 无论是在关键时刻的支持 还是在平日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上 剧中的人物教导我们 只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才能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样式的伴侣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的底气都来自于 自身的确认与价值的实现 只有在彼此旗鼓相当的基础上 才能随性洒脱 自意妄为 追求心中所爱 崔行舟的异地恋攻略 不仅充满了机智与诚意 而且提供了现实生活中 许多情侣可以借鉴的智慧 如何保持独立同时又不失亲密 如何在分离中培养信任与理解 这些都是值得广大网友学习的地方 而灵泉镇的《夫妻日常》 更是一本婚姻修炼手册 他们展示了夫妻之间 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彼此扶持 如何处理日常的小吵小闹 而不影响彼此的深情 正所谓既是夫妻 我们本就是天底下 最不怕麻烦彼此的人 最终 家国天下的观念也贯穿全局 个人的情感与成长故事 不仅仅局限于个人 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观众通过剧中人物的经历 可以误到一种更广阔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样的剧集 不仅仅是消遣 更是一次次关于生活 爱情和自我价值的深思 如果你也在寻求这些答案 或许你可以在《柳州记》中 找到一些启事和共鸣 最后借人民文于屏中的一句话 大江大河有波涛汹涌的刺激 净水流深意有值的细品的智慧 小编期待大家去评一品柳州记